人民日报,设置片成红线,就是为了提高演技上线,现在的流量小声顶着爱豆的标签,制着碗里看着孤立,没有金刚钻偏偏要懒此情活,电影电视剧拍的风生水起,一百万集甚至更多,现在演员的门槛这么低了吗? 一个刷新观众的容热度,昨天跟几个朋友回看古天的李若同的神雕侠侣,打斗戏陈土飞扬,演员脸上皱纹,各种细致的小表情,都能看得清清楚楚,让人大呼呼引,反观现在,大鹏拍摄,偷图,面摊,绝对瞪眼睛,多重美颜滤镜,但观众是瞎的吗? Diff拿着高片酬,却不做好分类事,繁衍两事,各种替身,明星在讲身家的时候,更应该爱惜身上的羽毛,否则星图只会越走越岸,个人谈谈几点建议,一降低片酬提高演员入门的门槛,人人都想成为大明星,有的人是因为热爱,有的人是因为来钱款,只有在退潮之际,才能看得清谁在裸勇, 而5.1人建议绷杀,不是所有的过错都值得原谅的,犯错的人只是觉得,被发现只是因为不小心,而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,三演员需要沉淀自己的演技,一年365天都在拍戏,一年接5到6部电视剧,这是敬业吗? 不是的,更像是老青春前吧,以前的老演员可以为了一部戏准备到半年甚至一年去体验生活,只为了更铁合角色,现在的人太过浮躁,全部的时间都在拍戏,哪有时间去琢磨角色? 7天演技,那片中穿梭是学不会演技的,此演员选角标准,我们不喜欢奶油小生,比女生还白,比女生还瘦弱的男生是怎样,长久以往会影响观众的审美,毕竟男生还是硬气点比较好,无言人持正上岗,物以稀为贵,到现在演员的演技自己都无法保证,需要持正上岗该是多么讽刺, 6基于新人机会,各种罢评的大花,我们真的太腻了,新人片仇低,更懂机会的不易,有得有失才会让人珍惜,观众的品位会越来越挑剔,适者生存,只有演技上层的才是王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